最后使得以现在科技的发达都不会痛 别人给你煮什么煮你都不听 你怎么走你也不知道 各位 其实很多心理的障碍 讲到最后是自己要去课 那我要讲的是你准备好了吗 很多事情注意这样 那这些东西就是你平常的生活 让你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我也是都从口气中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想跟在座的朋友分享 就是说你真的亲亲自然接触艺术 会让你的生活真的不一样 赚钱很重要但真的不是最重要 我们看了很多有钱人活得很痛苦 那看了很多人觉得不必呢 所以今天你们这几天的分享 这几天的上课 我相信会给你们产生不一样的出动 那我跟苏董两个为什么是好朋友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家属 像苏董长琴他在帮忙做很多的 他有个室内独奏家的夜团 我记得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往生的时候他心里很痛啊 无糖啊 今天多用呢 突然几个礼拜就走了 他没办法接受 然后他们办一个音乐会就在台中中心堂 我去参加 那那个过程里面 我有两首歌给我感受很深 一个是星格乐儒丹 那个点作那个小英语是好听 那最后ending的时候是乾隆之歌 很多人就掉眼泪 我也第一次参加过那一种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不能鼓掌 大家都默默的 阿把赛老老爷就这样散散了 这个音乐会是很特别的 他用音乐的形式去接了一个 他很好跟他共识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其实艺术跟自然都一样 他会聊互相很痛苦的心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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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讲品 讲品 小朋友也讲品 好 这样 我本来想说 您已经有了玉山三省的祝福了 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可以跟你分享 但是我听到说 您有十几二十个癌末的病人 那我想跟你分享的一段话 就是我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们吃尾牙的时候 我在吃树桌 那有一位朋友也是吃树的 然后他就来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癌症 是不是他就因此吃树了 我不太清楚 他就是一个癌末的病人 那医生说服用医治了 因为已经癌末了 那他就蛮失智的 然后他就呢 就把工作迟了 因为体力也太差了 没办法工作 然后他就每天 但是他还 他的家人上课的上课上学 上班的上班 所以也没有办法陪他一个生病的人 那也不知道他还要多多久 所以他就一个人在家 后来他想 哎 这样不行 他就想他这一生最喜欢的就是清静自然 所以他就每天带着简单的吃的东西 到满月圆去爬山 然后他去满月圆的时候 他说一开始他根本就走不到 然后他就慢慢每天 每天这样走 到最后几个月以后 他可以爬上 爬上那山上去 然后再到最后 他觉得 哎 医生说该死的时候 他还活着 他就回到医院 医院 医生一看 没事了 就找不到癌细胞了 我不知道这样是一个个例 还是通责 但是我看到很多有癌病的人 有些case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说你把心放宽 然后你去清静自然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书 说癌细胞其实不是你的敌人 是你的朋友 那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 你的朋友可以接受 可以啊 但是我 你讲的也没错 是 我讲的没错 然后我本身有一个例子 我本来医生在几年前 说我的子宫跟卵巢要栽除 因为我是一个退休的人 然后我也停经了 但是我停经了以后 居然来了月室 也有点像雪崩那样来十天 但是我没有警觉 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 我的子宫跟卵巢要拿掉 那我那时候 那因为那个医生是很有名的医生 他说你可以去再问其他医生的意见 那我想他做了很多检验 那我想哎呀 阿萨利一点了 不要再动问西问了 因为科学的数据就是那样 所以我也没想到要再去问别人 我就说好吧 我们来开刀 拿掉就拿掉吧 反正 其实我在拿掉之前 我也是很心里难过 我去问我的长辈 问我的亲戚 结果我问了两三个人 打电话去 他们说那有什么 我也没有了 挡了几个人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说好吧 就拿掉吧 我连医生也不想要问了 结果 我的子宫的眼神还在我的肚子里面 那就是像您说的 您说做深呼吸 但是我不是做深呼吸 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 因为那时候要过年 那医生说过年期间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就过年以后再去 那我就去那个十日禅修 十日内观禅修 你们可以打 十日内观禅修 可以找到他的那个网址 他是每个月有两次的 有两次的那个开课 一年有二十四次 那我就去参加十日禅修 在禅修里面 有很多的体验 最奇特的就是 那是 那是 凡假过年的期间 那个非常的冷 五度 那我在那里 我每天在那坐静坐 我的 是汗流雨下 然后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里面 好像有东西在燃烧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有三颗 那等到回来的时候 再给医生看的时候 医生说 哎 奇怪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 那个东西就小了一半 他说 这么短的时间 小了一半 所以不必 所以我觉得 如果 这些朋友 愿意试试看 第一 把癌症 当作你的朋友 最主要是 我觉得是一个 忏悔的心 在上那个课的当中 我在 那里是寄语的 那也不可以看别人 就是 眼睛不可以看别人 就是 完全在自己的心里 那我那时候的感觉 一开始我是哭到不行 其实我蛮爱哭的 那 就是 那种心就是 很委屈 好像大家都欠我的 可是再过几天以后 我流露出来的是一个忏悔 我觉得 其实 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 然后再过来几天 我流露出来的是 一个 再过来几天 就没有 就没有再 再哭 也没有忏悔 那是一种 对 对生命的 对 对自己的一个 觉醒 那我觉得 那十天 对我工作很大 那我也想说 用这个 跟您的朋友 跟您 做一个 做一个 那个 那我觉得 吃素也是很重要 在那里 我们是吃很多的 生机饮食 就一直 用这个 跟您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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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 那要欠时间 一分钟 好 我们这个 有学员 就是 学员 然后 有一些深深的感动 然后就写了这一段话 然后我帮您练一下 好 一片叶子落下来 是生命的消失 是生命的代征 看着正希宝的树林 内向 原来有一种相同 柔柔柔柔柔柔 自有弱 自 тем心 ý 但事正货 是对自然母亲的乙慕 完全 durante okay 怀念 biscuit 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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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rw ч 谢谢 ad 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们书总要跟大家分享 semua 老師要送給你 送我什麼都知道 我也有薑品 各位學員 剛剛要進來教室的時候 我發現我門推不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發現說 這個裡面將近兩百個人 祝福滿滿的 我門拆點推不開 結果推開的時候 結果我看到的一首新詩 是圖書方寫的 他是不是同一個人 因為圖書方是我們的學員 舉個手 坐哪裡呢 喔 學老師 對對 對剛剛的楊總說 是吳老師姐的詩 對裡面的很多詩是他的 對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在前天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是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底蘊 它有一個就是 我們在追求心靈上的滿足 那我們這兩百個人滿滿的祝福 我們就祝福我們楊總經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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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哇 獨小是在這裡 我可以看到 哈哈哈 欸 是我 第三行是錯字 喔 對不起 你說哪裡第三行 不是我寫錯 原稿是什麼 是原稿寫錯 欸 那個 圖老師 幸好沒有板結的問題 因為我有徵求你同意 但是很多年了 但是 他寫得真的很棒 比如說 那個 金恒彪 老師寫的那個 孔寧有那一種 欸不是 那個 Jong Miao的詩 他的發音就沒有你發音的漂亮 金恒彪老師 一本書上面 他也有 Jong Miao那一首詩 我都看過 還是我們 杜忠彪老師寫得最好 喔 我不知道他來 欸 謝謝 那我們就先下課就行 那個 女生